无辜悲伤骗子之名 魏家祥喊冤 要议长主持公道 张哲敏不满魏家祥质疑政府 他以为自己是反对党吗 政府数据出错不可质问 张又全处张哲敏自己静静就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Kelvin 今天在国会爆发了不小的风波 马华总会长魏家祥 今天就站起来向议长喊冤 他就讲 经济部长拉斐兹 昨天在国会里面讲的一段话 是有让他蒙上污名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经济部长拉斐兹 在国会的时候就表示 很多人房间都在讲 这个part two的成本是8500万 但这是错误的 比如讲像魏家祥 他也是经常在TikTok的平台上面 每天就在那边讲8500万 我告诉你这是错误的 因为我们从去年到今年2024年9月为止呢 我们的总开销是3100万 而不是你们讲的8500万 拉斐兹还有列出来这些费用啊 这个费用呢 主要是四个领域啦 首先第一个就是有关于这个硬件上面 防火墙啊 或者是这个security 3D也就是安全啊这个网络等等一系列的这些硬件的服务呢啊需要890千 马币 然后软件的这个成本花了460万 云计算就是这个服务器啦要放在这个云计算上面640万 那最重本呢其实是这个运营成本啊简称人力成本 拉斐兹有解释这个人力成本呢是1940万 为什么这么贵呢 因为在马来西亚有很多乡区 他们可能呢就是不太会用这个电脑 也不太会用这个手机 也不懂要怎样注册这个帕渡 所以呢就需要政府聘请这些人进到去这个乡区里面 帮他们去注册啊 这一个帕渡系统呢才能够真正的落实 因为你要有数据才能够跑得通嘛 OK拉斐兹就讲啊 我们总开销现在到今天为止是3100万马币 然后呢啊就是这样子的这一个回应啊 就引来马化总会长魏家翔今天站起来喊冤啊 OK那坦白讲谁对谁错啊 我个人认为了拉斐兹跟魏家翔两个都要个打50大板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首先到底是3100万还是8500万 其实两个都对 那为什么我讲两个都对呢 因为8500万根据媒体的报道 是2023年到2025年的这一个总预计的这一个成本 它是一个三年的这个成本的估算来的 所以魏家翔讲8500万是没有错的 拉斐兹的确自己是有亲口讲过这个东西 包括魏家翔站起来要捍卫自己名誉的时候呢 他就讲哎很多媒体都有报道讲是8500万的 就连公正党的公正之声 他们的官方媒体都是讲8500万嘛 所以这个经济部长拉斐兹站起来讲我给出了这个错误的数据 换言之他的言下之意就是在讲我撒谎 哎这个东西呢是有侮辱我的这个名誉的 我在这个国会的这个议厅里面的20年的时间呢 哎我不希望我背上这个污名啊 以后子孙如果跑来问我的话怎么办呢 大概是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情况啦 那为什么魏家翔我也要打他50大板呢 因为我相信啦魏家翔竟然自己都看了各大媒体的报道标题 看完了过后他肯定有点进去看内文的嘛 大家一起来看这一个由The Star报道的这一个新闻 850027万OK没有错 2023到2025年的时间 他是一个三年预算如我刚刚讲的那样 所以拉斐兹他讲3100万其实也是没有错的 因为拉斐兹讲的东西是从2023年到今年9月份为止 我们花了3100万 但是他无可否认的就是你原本的这一个预计总开销 就是8500万 换言之拉斐兹整个发言他是没有错的 但是他在前面啊应该要加多一句 没错啊8500万是对的 但是那是三年的这个预算嘛 我们现在才第一年半而已 我花了大概3100万 如果他这样讲的话就不需要去怼这个拉斐兹啦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要更打50大板的原因 我个人认为啦 拉斐兹在讲这一个课题的时候 他没有很完整的讲清楚 8500万跟3100万之间的关系在哪里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魏家祥自己也不可能不知道 8500万不是这一个阶段性的这一个开销 他是总开销 所以当拉斐兹提3100万的时候 他自己也应该要知道 OK目前为止你花了3100万 然后总开销是8500万 那我给一个简单一点的例子啊 可能大家听到这边呢 有一点绕 就比如讲 今天安华公布财政预算案 4000亿马币 对不对 那然后 从2025年的1月份 安华花了多少钱呢 比如说 400亿马币 那你总不能够讲安华花了4000亿马币嘛 对不对 你给他我意思嘛 就是他是一年的开销 那我们到目前为止 他有用了多少 那个我觉得 就是讲出来过后 大家也应该要明白 这个数字上呢 扯来扯去呢 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关键点在于什么呢 关键点在于 这8500万 如果真的花了出去过后 这个PAD 到底能不能够真正的 帮到马来西亚 完成整个津贴的这一个 针对性津贴的这一个转型跟改革 如果他能够达到这一个目的的话 那8500万 坦白讲 花的并不是很贵 你除以马来西亚的这一个总人口 平均呢 大概一个人3块钱左右啦 但是如果这个PAD到最后呢 是一个没有用的东西 那他没有办法达成这一个最终的目的 也就是要很针对性的给到这一个补贴 而且是这个误差范围不能够太大 不能够有人被遗漏掉 也不能够有那些富人 继续能够拿到这一个补贴 如果你到最后达不到这个目的 你哪怕花100万 其实那也是冤枉钱嘛 对不对 所以关键点 我认为 不管是卫加乡也好 又或者是拉斐支也好 他们应该要强调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去质问 或者是你要去问 这个PAD 它到底怎样到最后能够帮助马来西亚 完成这个补贴的改革 你去纠结那一个数字呢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 至少在我个人观点上是这样啦 OK 不知道你是否认同呢 如果你认同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当然如果你有其他的意见 也可以在这个评论区去发表你个人的这一个意见 那接下来 刚刚给大家看了好几个新闻嘛 我们才刚刚聊完第一个新闻而已 这一个行动党的张哲敏 他站起来 他就指着这一个卫加乡就讲 你以为你是反对党啊 那你现在这一个拉斐支讲得清清楚楚了 3100万 那你现在如果还在那边喋喋不休的话 麻烦议长把这一个卫加乡呢 给他换去这一个赛沙敌的旁边 让他成为这个反对党议员 那这个时候呢 反对党那边呢 是全部鼓掌的 并且呢 表示欢迎魏加乡过去跟他们一起做啦 OK 那这个张哲敏呢 我个人认为啦 其实他有一点反应过激 为什么这么说呢 哪怕刚刚我讲了 魏加乡的确是需要被打 这个50大板的 各打50大板 但是魏加乡他针对这个帕渡提出的问题 也不完全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帕渡 如果到最后啊 花了8500万 我们肯定要买什么 我们要买到他的效果嘛 如果我刚刚讲的那样 针对性目标式的这个补贴 要能够成功 那马来西亚的整个 这个行政开销 你才能够进一步的降低 所以魏加乡抓着帕渡来问 对我来讲我是可以接受的 当然你问的东西呢 要问到点上面啦 对不对 所以张哲敏 他站起来直接讲 喂 你以为你是这一个反对党议员吗 为什么你要质疑政府呢 在我看来呢 是有点不可理喻的啦 为什么这一个执政党的后座议员 不能够去针对这一个部长的 这一个问题来进行发问呢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张哲敏 他好像有点反应过激 但是对于马来西亚来讲 这个政治就是二元对立的 行动党跟马华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的 这个情况啦 所以我觉得这个课题 可以相对来讲 理性看待一点的 你不能够因为这个魏家强发问的 这个有关于这个帕渡的问题 然后你就讲 你好像反对党 你坐过去反对党那一边 我个人觉得没有必要走到这样 最后就是这个马华的张又全 他就讲张哲敏你自己静静就好了 现在呢 如果政府那边的数据有错的话 那为什么不能够去质问呢 OK张又全讲的是对的 但是那个问题在于 还是回到我刚刚讲的那个东西 现在魏家强肯定要知道 这个8500万是总预算 然后呢 3100万是目前的总开销 还没有到2025啊 现在是2020年11月而已嘛 所以就是张又全要去 维护这个魏家强的时候 也应该要意识到 现在两个人 其实都是在整个发言上面的 我认为是各自有各自不对的地方的 所以就不应该要完全只是 站在魏家强那边帮他讲话 也应该要告诉人民 那3100万到底是什么东西 现在马华的态度呢 他就比较像是 你部长自己讲了8500万 然后呢 后面 魏家强去问这一个 拉费兹的时候 拉费兹跟他讲 那是官员的这一个错误 然后就吵了起来 就还是回答那一句 就是这些数字上的争吵 是没有意义的 最重要还是回归到事情的本质 就是这个系统到最后 能不能够改变马来西亚 给津贴的这一个改革 如果可以的话 我不介意他花8500万 如果不能的话 花100万都是先多的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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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